大家好,我是HaniFan,来自新加坡精通送语的演说家 大家好,我是HaniFan,我是2015年开始录视频 当初是为了讲述关于我爸爸去世的故事 非常的痛苦,我哭了三天三夜,不能起来 然后呢,我的朋友帮我拉了一把,为了是我,我们是一起出版这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这是我的文章,在里面就是有成功和失败的故事 和26位不同的国际性的简讯一起出版 大家好,我是HaniFan,有没有看到HaniFan唱歌的那个视频 还有没有看到的话,去看看一下吗,你感觉HaniFan唱歌好不好听 我喜欢唱歌,我也喜欢画画 我有一个秘密要分享给大家 这是我画的一幅画,画看吗 在2004年,2005年那时候,当初我是一个幼儿班的老师 那我们的学校呢,举办了一个义买 那时候是为了要赚点钱,要捐给那些难民 当初有一些海啸,就是Tsunami,我是在印度尼西亚 那当初我画的这幅画呢,第一个人买下来的是谁呢 就是我的老公 我的老公买下来了,现在是在,还挂在我的家里 好看吗 来吧,说到做到是最高标准,对吗 现在HaniFan要演讲,我不要看视频 在录视频的时候,我不要看我自己的脸 我要自己看,我的声音 靠我的声音,你们就可以真的被吸引到 我的声音好不好听 我的声音有没有让你感觉,哇,很激励 让你感觉,哇,HaniFan很温柔 HaniFan他的这个演讲的风格非常的好 各位,如果真的要成为一位演说家 一位有精通语言的人才,我建议大家做这件事 就是你超年的时候,要闭上眼睛 要体验到,如果你没有看到观众的时候呢 你会怎么样发挥自己,你会感觉恐惧吗 你会害怕吗,很多人都说我很害怕 OK,害怕的话呢,就闭上眼睛 我们也不可以闭上眼睛 你就把穿这几个,OK 我不知道你们在讲这是什么了 这是Virtual Reality Goggle,OK 那穿了这个,就感觉,没有感觉了嘛 就是,你要害怕什么呢 演讲,就是你习惯不习惯而已嘛 看看,如果我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做到 好吧 说到,做到,是最高标准 来 大家好,我是Hanifa 对呀,现在疫情的情况太严重了 我也非常的担心 我担心,最担心的是我的女儿 她每天要去学校 她18岁,还非常的年轻 那到处每天她出去,要去上学 回来,我一定会问她 让她知道我是多么的关心 可是我们关心的这个过程 就是同时,也是非常的难过 也是要让她知道,她是需要成长 在新加坡我们还是很,还是蛮 可以还是可以过啦 过时间 可是世界上所遇到的这些困难 太夸张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组备 你要开始行动 开始做一个决定 就是开始做计划 下来还是要录视频 为什么我要录视频 因为我有很多故事要讲 以前我录视频的时候 是因为我要给大家知道我是谁 现在我录视频 只是要为了给大家知道 你还有机会 你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去赚钱 大家我们一起努力吧 嘉欣老师啊 他说要去中国拼这个市场 哇,我听了之后 我的脑袋都是一片空白的 就像我的天花板一样 刚才我看一个视频 他发的一个视频 是两分三 45秒 那我打开了之后 其实我没有看到什么影片 只是看到一个图片 那图片的是方形的 白色的一个图片 就像我的脑袋一样 现在是一片空白的 要去拼这个中国的市场 哎呀,我没有先说 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样 可以在那里做生意呢 即使是可以讲华语 也可以讲多方言 就是华人的市场 跟我们现在在新加坡 做的这些市场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大家 如果你有这个冒险 就是你喜欢冒险 喜欢去拼 喜欢去看 去跨入文化 跨入国家的话 你会不会去做呢 来分享 大家好,喜欢Hannify的分享 在这里可以点赞 然后订阅 分享给你的朋友 If you like all the videos i have shared with you please subscribe here and comment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s